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大早 司机李峰遇到了一连串的怪人怪事 究竟这是一起绑架案 还是一个诱人的圈套呢 扔纸条的女孩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辽宁省大连市的大长山群岛 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 至今有人类居住的历史已达六千余年 这里海水清澈 沙滩洁净 林木耗盛 欧鸟成全 离大长山群岛最近的港口是皮口岛 从这里坐船 只有一个小时就能到达大长山群岛 每年的六月到九月 是岛上最热门的时候 也是皮口岛最热门的时候 在2009年7月的一天 经常在皮口岛附近拉火的出租车司机李峰 来到皮口边防排出所 他向侦察员讲述了一件他刚刚遇到的事情 他向柯云在运送乘客的时候 三名小男孩 四五名小女孩乘坐他的车辆 起初在看到这几名年轻人之后 尤其是那几名女孩之后 李峰并不想拉这床活 穿的还有点特别暴露那种 看着就不像什么好人 其中一个男孩答应多给李峰一些钱 闲了半天的李峰才决定拉这床活 但是当这几个年轻人上车之后 李峰感觉车内的气氛有点不对劲 就是上车的时候 那几个女的先上 男的后面上的 上来的时候就是 我感觉女的就是特别紧张 年轻人上车之后肯定打打闹闹了 那种特别开心那种 但这个是特别 我看像特别紧张 不仅如此 在这几个年轻人到达目的地之后 几个女孩脸上的神情似乎更紧张 就那女孩就是特别不想下车 那几个那三个男的 还有点像那个 就是拽的那种 他们是下车 当时这三个男的对这几个四五个女孩 还有打骂退场这个动作 就在女孩极不情愿地走下出租车的时候 又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情 之后就是其中有一个女的 就坐在我开我面包车的副驾驶 那个女的就是下车之后 就撇在我车上一个卡片 那我看不清那个卡片里的那种 因为太折了一下 我就没看清他写了什么字 这条是女孩看似很随意地扔到李峰的座位上的 但是这个出租车司机当时也没看这个字条 就以为看那些女的穿的都是不怎么正经的 然后我就没怎么在意 当他们走了 我就把车开走了 在他们走远之后 李峰看了看座位上一张折了一半的纸条 他突然有点好奇 纸条上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当时我感觉卡片应该留什么电话 联系电话号码吧 这会不会是一个圈套呢 感觉那帮女的都特别不正常 那种不怎么正经的女人 随后李峰打开了这张折了一半的纸条 这条上的字迹有些模糊 表面是塑料的 可能放在什么地方一抹就抹得比较模糊了 不太清楚 而且上面的字迹也不是用普通的笔写 是用化妆用的眉笔 这张小小的纸条上究竟写了什么东西 后来我就把卡片给打开了 结果一看卡片上写的 救命 纸条上只有短短的几个字 救命110 我就一想啊 这肯定是出事的 于是李峰立即来到了皮口边防派出所 这点突然又过来一个司机 他跟我说 刚才有个小姑娘偷偷给他塞了一张纸条 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 就有两名司机前来报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是几名女孩设下了圈套 还是这几名女孩真的身处险境了呢 当侦察员到达皮口港的时候 又有一名出租车司机拿着一张纸条先来报案 他说 这张纸条是他在港口挡了人的时候 一个女孩顺着窗户扔进车来 字条上写着给我爸打电话 然后那个电话号码写在后面 第二张纸条上清楚的写着 我被绑架了 给我爸爸打电话 并且留下了一个手机号码 两张救命的纸条同时出现 侦察员觉得事情不那么简单了 我们首先就怀疑其中某个人遭绑架 于是侦察员开始了调查工作 但是三名年轻男子带着这几名女孩 究竟是乘坐哪一班船出海的呢 他们的目的地又是哪里 他每天不固定 因为他是随着潮水的掌路 他发办 由于开船的时间不固定 报案的出租车司机也不知道 女孩究竟是上了开向哪里的船只 所以侦察员从当天登记出海的船只 开始查起 当时他没有说 但是这个船是我们可以查清楚 因为每次航班 每次航班 我们都有记录 同时还有一堆侦察员 开始询问港口的工作人员 屁股港工作人员 向我们反映 确实有三名男子 对上了小长山那个客船 为什么工作人员对这几个年轻人 印象这么深刻呢 因为别的旅客都是上船的时候 都是按秩序正能抢着上船 这几名男子和几名女孩 他们走在后边 而且这几名女孩上船不太情愿 三名男子对他有推仓 打骂这个动作 所以这个工作人员 对他们印象特别深 从出租车司机报案的时间和船只出海的登记 以及港口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 侦察员分析出了这几个年轻人可能前往的目的地 他们坐那趟船是从屁口港开往小长山的 小长山岛是大长山群岛中的一个小岛 风景秀丽 每年吸引着无数的游客 那三名男孩带着这几个年轻的女子去干什么呢 当侦察员赶到港口的时候 客船向着小长山岛的方向已经开了很远了 船已经开出去大约15分钟左右了 侦察员想通过摩托艇对小长山岛号进行追击 但是当天的天气情况却不允许警方这样做 当天海上浪比较大 风比较急 而且客船比较高 我们抓捕一定造成了难度 危险性太大 从屁口港到达小长山岛只需要40多分钟 而且每天只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一班船 现在只有半个小时 客船就要到达它的目的地了 当客船到达小长山岛之后 再想找这几个年轻人就费劲了 我们与长海县小长山编号派所取得了联系 通知他们这个案情 让长海小长山警方在小长山岗迅速布警 蹲坑守候 长岛大队的侦察员在接到电话后迅速来到了港口 但是他们对自己要寻找的几个年轻人的体貌特征却一无所知 为了能在船只靠岸的时候 第一时间寻找到报案的女孩 侦察员希望船上的工作人员为他们提供这几个年轻人在船上所坐的位置 以及他们当时的状态 为咱们整个便宝派所管理这个 包括客船的渔船 所以这个船长的通知方式咱们都有 于是通过客船登记 侦察员联系上了客船的船长 船长应该给咱们描述的体貌特征就是必要到位 说上个男的就是个儿还可以 中等个儿能用一米七八左右 挺瘦的 都是非常年轻 都是在19到25之间 通过电话了解 侦察员得知 三名年轻男子带着几名女孩挤在下层船舱的一个角落里 因为这几个人一开始上船之后就在船舱的底层 当时他跟我说是三个男的 女的就是六七个儿吧 他也说不好 因为当时正是旅游季节嘛 所以上来的旅客都特别特别多 船长还告诉侦察员 这几个年轻人跟近岛旅游的游客有些不太一样 这些女的船长特别暴露 跟正常咱们是近岛旅游的 那根本都不一样 因为船长他毕竟常年就是跟这个旅客打交道嘛 所以基本上就是什么人 他应该说也是比较清楚 因为在这个季节虽然是旅游季节 大伙儿串的都非常少 但是那个少跟他们串的比较暴露还是两个事的 不仅如此 船长还告诉侦察员一个奇怪的现象 穿着暴露的几名年轻女孩和将他们随身物品通通没收的三个年轻男孩 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他们先往小长山岛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些只有在见到这几个年轻人之后才能知道 在等待了半个小时后 前往小长山岛的客船出现在了侦察员的视线中 而在岸边守候的侦察员早已经布置完毕 咱们阵队就是说总是三层嘛 还有一层是驾驶室嘛 咱们分这三层 一层是最底下这一层 拿这个扩船这一层 那么中间咱阵队第二层也是旅客这一层 咱们分这第二层 第三层是到九上根 客船顺利的进入了港口 在客船停本的一刹那 侦察员迅速上船 按照之前安排好的编队 进入客船 寻找发布求救信息的女孩 那么咱等船之后啊 船长告诉我这几个人在哪个部位 为了不让那三名男子 带着女孩从出口偷偷的溜出去 侦察员在出口也布置了警闭 咱们安排当时我安排 两个人把住就是那个小汤堂 和处置客轮那个门口嘛 两个人把到那个门口 剩下人进行就是身份解采 就是要求你下车的旅客 必须的处置身份 在进入船舱之后 所有的乘客都配合侦察员 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 那么咱就开始就是逐步 我都通知他们 就是让年老的男的跟女的 包小孩的有个现象 年轻的就得员那个作品 等待咱们进一步检查 但是侦察员并没有在这层船舱里 发现那几个年轻人的身影 他们在到达码头的时候 这几个人 这几个男的 包括几个小姑娘 已经从底层上到第二层了 并没有在第一层 为什么这三个年轻男子 在马上要靠岸的时候 带着几个女孩 更换了自己的座位 当时对我感觉 好像他们已经有所警觉 因为当时船长通过 就是那个电话通知嘛 说别方公安干主要 这次执行起务 所以收入旅客 在原地 在那个原处就是那个原地待命 那么正常来说 他就不应该从一层到二层了 但是他就是恰恰从一层到二层 侦察员最终在二层船舱角落里 发现了这几个年轻人 咱们控制他的时候 给我感觉他不是显得就是说 非常惊慌失措 好像就是已经有所感觉 侦察员让三名年轻男子出示身份证 年轻男子故作轻松地掏出了自己的身份证 侦察员查看了他们的身份证之后 开始询问坐在他们身边的那几名女孩 以后咱们就开始进去询问 询问小女孩一帮我说 这几个男的就是 所以咱们立马就是 把这几个男的被扣住住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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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一个人定一个人 站着 往前去 走 见到侦察员控制住了几名年轻男子之后 几个女孩紧张的神情明显放松了不少 在等待的过程中 几个女孩又恢复了少女的天性 开始叽叽喳喳聊起了天 有一个穿黑衣服的女孩见到咱们好像就是感觉的 给我感觉应该是比较兴奋 就是见到咱们比较高兴 就是说因为当时问的时候是塌陷高兽说 这几个男的是在里面住的 这个黑衣女孩名叫艾艾 正是她将第一个求救的纸条扔给了出租车司机 侦察员随即查验了这几名男子的随身物品 在其中一名男子的身上 侦察员找到了女孩的手机 原来几个女孩的手机和随身物品 都是由这名男子集中管理 几经周测之后 侦察员带着这三个年轻男子和四名女孩走下了客船 为啥120呢 首先应该是讲一个什么呢 讲一个就是说 你自己所处的应该说是所处的地点 受到什么 就是全害 在全害人有个什么明显的体貌特征 因为就是如果警方进行 就是说咱们抓捕也好 进破案也好 必须有一个什么呢 一个明显的体貌特征 你不给咱们警方提供明显的体貌特征 就是对于整个破案当中 增加一个非常大的难度 在侦察员的办公室里 艾艾在诉说案情的时候掉下了眼泪 他说由于自己交友不慎 差点就毁了自己的一生 究竟艾艾他们遇到了什么事情 艾艾并不认识挟持他们的那三个男青年 和艾艾认识的是另外一个被胁迫的女孩平平 艾艾说自己就是被平平一个电话叫来的 有一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你在家干什么有活干吗 那时候我正好没活在家待的 平平说要不你过来跟我一起干吧 我说什么活 他说能挣大钱的活 那时候我心思反正也没活 要不去看一看吧 艾艾和平平是通过网络认识的 以前曾经在网友聚会的时候 见过几次面 两个人比较谈得来 还互留了电话 平平在电话里并没有说是去干什么活 只说去小长山岛就能挣大钱 艾艾曾经和同学一起去过小长山岛 那里美丽的景色给艾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天黑之后 岛上的灯光全部打开的时候 吹着轻轻的海风让人心旷神怡 想到即将要去那么美丽的地方工作 而且还能赚大钱 艾艾非常心动 于是他没有细想就答应了平平 两人商量好第二天见面的时间 看到同学的还有另外几个女孩 艾艾的疑虑打消了不少 他想这三个年轻的男子可能和他们一样 也是一起去小长山岛挣钱的人 但是令艾艾没有想到的是 到了晚上这三个年轻男子却胸向毕露 到了晚上三个年轻男子带着几个女孩子 在这个小房间里住下了 当天晚上在这个小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到了晚上的时候 那上个男子把我们的手机全给没收了 还把我们关在一个小屋子里 不让我们出去 那时候我就感觉到是不是遇到什么坏人呢 看到这些 艾艾有些害怕 于是他提出要上厕所 三个年轻男子就在这个小屋子里守着这几个女孩 并且威胁女孩 要是不听话 就不让他们好过 用刀又笔量又拽的又呼喊的 就像是一群流氓似的 艾艾一夜没有睡 他想着怎样才能逃离他们的控制 第二天天一亮 三个年轻男子就带着艾艾他们出门了 这三个男子把我们带到一个车上 说要领我们进岛的 当时我都挺怕的 想求救 一听说要进岛 艾艾有些绝望 因为小长山岛面积不大 而且每天只有一班船到那里 要是真去了 恐怕想逃都逃不了了 几名男子到底要带他们去干什么呢 当时不知道 我都感觉肯定不是有什么好过 因为要是有好过 不可能说又看着我们 又拿刀比较我们 又喊我们的 我感觉肯定是受骗了 于是在要下车的时候 艾艾将前一天晚上写好的纸条 扔给了司机 一看这司机也挺憨厚的 挺老实的 就把这几天弄到车上 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和求救 就在下车的时候 那三个男的又恐吼我们 又吓唬我们 又拽我们的 告诉我们 赶紧下车 赶紧下车 就在这荒乱当中的时候 我就伸手把这卡片扔在车上 看看 看了司机也 他没有什么反应 当时我看司机的时候 我想肯定是 他不可能看到我那张纸条吧 看到司机的反应 艾艾有些绝望 在年轻男子的逼迫下 艾艾跟随他们上了船 此时 在艾艾的心中 他有点恨那个骗他们过来的女孩 萍萍 但是 让艾艾不解的是 萍萍似乎也是受害者 这是怎么回事呢 萍萍很喜欢上网 特别喜欢上网 和别人聊天 所以 萍萍的网友很多 这三个年轻男子中的一个 就是萍萍的网友 据萍萍反应 其中的一个犯罪嫌疑人 和萍萍在网上认识了 认识了之后 两人在网上聊了很长时间 两人还通过电话 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他经常带我出去吃饭 完了 有的时候我没钱 完了他也给我汇 正是因为这次汇钱的事情 萍萍对这个网友深信不疑 约萍萍吃饭 萍萍也没多想 就同意了这些人的要求 他们就在一家烧烤店见面了 到了烧烤店之后 萍萍发现 一起吃饭的还有另外两名男子 他当时没有想太多 因为年轻人们有几个交往 有几个朋友是很正常的 然而在吃饭的过程中 这三个年轻男子 开始跟萍萍说 要带他去赚大钱 这个饭店前人就对他说 要领他出去干活 赚钱 而且说赚钱非常多 开始萍萍听得很兴奋 但是听着听着 萍萍觉得有些不对劲 说的内容 萍萍就感觉到有点不太正常 觉得不是从事正常业务 这时候萍萍就提出要离开 看到萍萍要走 三个年轻男子立即拽住了他 他不想去干 后来三个男孩 看到他不干 就用刀威胁他 进行言语的威胁 和用刀威胁 最后这几个年轻人告诉他 自己不想去也没关系 只要找几个女孩过来 就能放他走 当时我就想 如果把他找来 就能把我给放了 反正当时就比较想出来 他能是想换取自己的自由 萍萍想起了曾经见过面的爱爱 于是他给爱爱 和他的其他几个女网友打了电话 本来我把爱爱也约出来 我们就等过来见面 萍萍也是和另外四个女孩 用网络聊天 认识以后 这个三个男孩通过这个萍萍 用于让这个萍萍 找这四个女孩 见面 说是一块去挣大钱 这四个女孩因为设施不深 对这个社会 这个复杂程度 也没有估量到 他们就是很轻易的 就上当了 几个女孩到了之后 萍萍以为自己能顺 但是三名男子却没有依照约定 放了他 就领到一个皮口的一个旅店 把他给我们关在屋里 也不让我们出来 后来我们上厕所都有人跟踪 当时就特别害怕 但是肯定不是什么好活的 要好活为什么要跟我们关起来 第二天 在去往港口的路上 三个年轻男子明确地告诉几个女孩 带他们去小长山岛上干的活 就是卖淫 而且他们已经为这些女孩 找好了地方 听到这里 几个女孩有些惊呆了 但是犯罪嫌疑人 并没有给他们任何逃跑的机会 看到另外几个女孩 平平觉得有些歉疚 要不是自己惊信了网友 也不会连累到自己的朋友 在这个交友的过程中 一定要谨慎 小心 特别是在这个虚拟世界的网络 上结交一性朋友 一定要更加小心 应当在这个确定 对方身份 摸清情况的情况下 再确定是否再进一步 沟通交流 由于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 曾经在小长山岛上待过 而且认识当地一个歌厅的老板 那么几名犯罪嫌疑人 和歌厅老板 又是怎么约定的呢 听到这里 三个犯罪嫌疑人 立即想到了自己QQ上 那众多的女网友 于是 他们把平平约了出来 看到平平不愿意 他们就威胁力又平平 将爱爱他们 又骗了出来 他没有认识到这个事情多么严重 在船上 侦察员抓不到这三个犯罪嫌疑人之后 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还在互相调笑 在他们看来 这似乎和违法并不沾边 但是 这三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 已经触犯了法律 三名犯罪嫌疑人 涉嫌组织迈淫罪 按照我国的刑法规定 一般情节组织迈淫罪 处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的处 十年以上 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禁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并处罚禁 没收财产 网络上很早以前就有一句话 在网络的另一边 你甚至不知道和你聊天的是人还是狗 网络交友也需谨慎